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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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星空如常 血色烈日记显的疯狂 截火焰去影藏 残存的鲜骨终肠 身影天明而知相 只为重破解尘的阻挡 要看暮月的苍茫 只心闻到莫彷徨 往前删了分裂的幻想 你望生命燃烧中相见 是注定同行 因为坚定很久的信念 不曾有过一丝改变 你望生命燃烧中相见 往天涯路远 你觉醒的勇气未曾冥灭 还好有你同我携手相见 你望生命燃烧中相红 我я未老伴 我akmuraga 你想想想想想想想 对显身的来源 恐怖法 我下显山 你望生命燃烧中相 你们必须离开这里 现在就走 吴大哥 你放心 我们就请飞飞 离开就走 这个人我不救了 你们赶紧走吧 走 要救啊 吴大哥 之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 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我本以为 你们只是惹了这软生药 没想到你们惹了九尾狐 这里不欢迎你们 你们赶紧走吧 走啊 吴大哥 不行 不救好 飞飞 我们是不会走的 你 吴大哥 为什么提到九尾狐 你会有这种反应 九尾狐生性恶毒 谁挡了他的路 就会没命 你们几个不想活了没关系 不要连累我 东方飞飞 我是不救了 你们赶紧走吧 吴大哥 没想到你也是贪生怕死之人 贪生怕死 对 我就是因为怕死 才在这昆仑山隐居的 没想到碰到你们这几个扫把星 吴大哥 事到如今 我也就不隐瞒了 其实我们的真实身份 是参加摩羯成道大阵的 问道者候选人 摩羯成道大阵 摩羯成道大阵 二次静世 要我进悬门 就是那个千年之前的预言 吴大哥果然学识原谱 其实此次 我们的目的地是楼兰 去夺取第二件原始圣甲 但是在夺取第一件原始圣甲的时候 遭到了九尾狐的攻击 九尾狐的分身被我们打退了 但是我知道 他肯定不会胜罢甘休的 所以此次 他派了换腰和睡腰 在路上拦截我们 多亏了吴大哥相救 我们才得以脱险 你们说了这么多 到底想跟我说些什么呢 我想告诉你的是 无论是我 铁狼 飞飞 又或是琉璃 我们的生命 早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了 而是直接关乎三界之间的安危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所以还请吴大哥帮帮我 不过你放心 我们救醒飞飞之后 立刻就走 绝对不会连累你的 好吧 我答应你们 但是你们要尽快阻止决定 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你们尽快选择吧 你们尽快选择吧 你们先去看看飞飞 我马上就来 张灵 听我的 吴大哥 决定了吗 你们三个 谁来换他的命 决定了 吴大哥 这次 还需要你帮我个忙 可以倒是可以 但是 真的要这样做吗 吴大哥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像你这样学识渊博 武功高强 又有厉害的法宝 我想知道 你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隐居在 深山老林当中呢 如果你还想救 东皇飞飞的命 我建议 你就不要再多问了 摩羯成道大阵 一定很危险吧 很危险 每关都会有人离开 甚至牺牲 我虽然隐居多年 但是对二次境事 和摩羯成道大阵 还是有所耳闻的 我想知道 问道者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结束这次的 二次境事呢 二次境事 妖尽悬门 若想阻止幽灵一宵 唯有杀死就为活 若是狼族 被九尾狐蛊惑的话 人间恐怕会被赶尽杀绝 甚至永远消失 从参加摩羯成道大阵的 第一天起 我们的命 并不再属于自己 而是成为挽救人间浩劫的 一股力量 既然九尾狐的目标是你 恐怕你是他最想除掉的人 你难道不害怕吗 你说这个吴大哥 到底是什么人 不知道 肯定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 他为什么要救我们 而且他还懂仙道术 还知道九尾狐 谁知道 可惜了一身本事 之前都怪我糊涂了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救东皇飞飞的命 什么办法 这昆仑山周围 生长着一种红色的草 和我这丹药一起服下 可以产生让人假死的效果 骗过睡妖 让它主动离开 真的 那太好了 只是 这草 我这已经用完了 那我现在就去找 我还没说完 这草 非常之稀有 只生长在松树之下 所以你们三个人 必须仔细寻找 我们快去找吧 走吧 走 走 正灵 我们几个分头找吧 跟你说话呢 好 我们分头找 你们两个一组 先找到的人 就先回来救飞飞 嗯 走吧 嗯 好 五大哥 下面我跟飞飞讲的话 你别跟她讲 好 飞飞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这些话我从来不敢说出来 我不敢 因为困了 是 因为铁牢 因为父辈 因为我们之间的察觉 这些我都只能默默地放在心里 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 要是要是早知道有今天 我就会大胆地试一试 哪怕被拒绝 哪怕被拒绝也好 都怪我 我胆子太小了 我不敢说 我 不过没关系 菲菲 现在我已经感觉很幸福了 其实你胆子不小 你很勇敢 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 说吧 这把烟云散 请你替我交给菲菲 这把烟云散 请你替我交给菲菲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吗 你告诉菲菲 只要拿着他 找到我父亲张大树 所有的真相 都会水落石出 我辜负了父亲 没能完成他的期望 不过我相信 父亲他不会怪我的 好 我答应你 你 却不知道 爱不到 恨不了 躲进梦里 也躲不开你 记不记得 等谁要进入我的身体之后 请你立刻把我杀死 绝不能再让他为活人见了 你不后悔 人在尘世中修行 终将归于尘世 此次厉害了 这就是我的宝 还是我 可知归途还要伴你 撑过世间的北羽黄 你找的怎么样了 什么也没找到 你呢 我已经找了几十颗了 还是没有 不能放弃 继续找 红色那么显眼的颜色 怎么会找不到呢 这草 十分之稀有 所以你们三个 必须仔细寻找 我们快去找吧 天狼 我们好像被张灵骗了 天哪 什么意思啊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吴大哥和张灵 在门口说完话之后 进来就有解决的方法了 恐怕 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草药 是张灵为了治开我们 他要牺牲自己 你的意思是 我们都被他骗了 对 那快走 走 走 张灵 菲菲你醒了 张灵呢 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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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死 张灵 你吓死了 你知道吗 那个草药真的有用啊 好 是吴大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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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模糊了 你让我不再内疚 我眼睁睁看着睡药把你杀死 我怎么可能不内疚 我根本没法原谅我自己 这么多年来 我藏在这深山里苟祸 我没有勇气面对过去 但是今天 我不会再逃避了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懦弱了 是幻妖 吴大哥 他是幻妖 你抓住了幻妖 之前我也和你一样 想为人界触摸味道 但是 我连杀死妖怪的勇气都没有 可是今天 我要为过去的懦弱赎罪 来 吴大哥 吴大哥 刚才这是 那是我的妻子 欣然 换妖 化成了她的样子 八年前 睡药杀死了她 而我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她 可是 我却懦弱 胆小 只能眼睁睁 看着她死去 你们到来之后 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勇气 看到了 你们可以为了救一个人 争着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就明白 我所经历的一切 我所遭遇的痛苦 和二次惊世 还有人间的安危比起来 不过就是沧海一宋 有未可 我所遭遇的 祭二人 祭二人 旛 祭二人 一切的 神秘 下去 到我今天就做个了断 不让睡妖 再残害无辜 吴大哥 你快住手啊 掌灵 谢谢你 吴大哥 吴大哥 菲菲 你别伤心了 吴大哥救了我们 但是也成全了他自己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唯一能报答答的 就是坚持自己的信念 继续走下去 有点奇怪 怎么了 怎么了 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 还是这么安静 每天早上醒来 我都会观察 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妖的痕迹 这不是挺好的吗 说不定这妖怪被师兄所伤 害怕地逃跑了 若真是这样 倒也轻松 我还真没见过盼着妖怪来找麻烦呢 我觉得 这妖怪应该不会再来找麻烦了 我们 还是继续赶路吧 好 对了师兄 等我们平安到达楼来 我觉得就不要把这次的旧长 翻出来说了 会破坏团结 人可有志 过去的就过去吧 当然不会 这次是我的疏忽 我倒是要谢谢他们的提醒 好了 我们去收拾东西吧 你们能不能答应我 到了楼来 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不要告诉别人 为什么 我不想让五月仙盟内的人知道 我怕调查下来 万一 是不想让昆仑知道吧 如果昆仑知道飞飞发生这样的事情 心里面会不好受的 我没意见 吃饭 怎么了 困了 问你们有没有遇到危险 安全 没有遇到危险 好吧 那我继续睡了 走吧 我已经属于 我需要了 logr试抗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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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为了门当户对 只有收到擎帖的各国王子 才能参加招亲 因此我们必须拿到擎帖 否则我们连龙兰城也进不了 那我们如何去抢火鸟 可是我觉得公主还是挺可怜的 说不定这是她一生当中 唯一一次能够重获自由的机会 我们抢的那个王子 如果是她真命天子 那岂不是坏了公主的好姻缘 买牛 你刚才没听到啊 那个王子就是为了火鸟才来的 这公主要是嫁给这么胆小的人 她能有幸福吗 但 我还是觉得拦路抢劫 不是修正者该有的行为 张领 有想法吗 其实不用拦路抢劫也是可以的 对付胆小鬼 自然有对付胆小鬼的办法 走 饶命啊 救救饶命吧 这路上全都是送给楼兰公主的金银珠宝 你们想要就全都拿去吧 我们不要命不要钱 那你们要什么 你们的衣服 全部拖下来 可是 可是我们是男人啊 别废话 快拖 还有 交出楼兰国招亲大典的青铁 青铁 青铁被我放在骆驼上了 小心 快 快 快脱衣服给我滚 滚 走走走 滚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杀人了 对不起 她刚才突然间拿刀子刺向我 我一时慌乱 就下了中手 现在没伤到人就好了 我們赶快企程吧 要在入夜之前 赶到楼兰城 是 昆仑师兄 你来当王子吧 有人来了 小老妹还来 保护我 快点 站住 小老妹 什么人 来者何人 我是大琉璃国王子 敌人去楼兰 参加招亲的 琉璃国 没听说过 你是王子 你的随从呢 我的两名随从 被巫师给活活烧死了 巫师 聚邻国的王子 为了不让其他国家的王子 接见楼兰公主 暗地里 派巫师去追杀他们 除非你们脱下衣服 留下招亲帖 不然 不然就会被巫师 活活给烧死啊 我的两名随从 就是这样被烧死的 我的两名随从 留下招亲帖可以 为什么要脱衣服啊 我也不知道啊 衣服无礼 就是他 快保护我 巫师来杀人了 快脱衣服啊 快脱衣服快跑啊 你们要怕 你什么巫师 我们来对不得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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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快 快跑 你来 来 别来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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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蛋糕过程 骗人还是不好 这什么意思嘛 我们去换衣服 不理他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意义啊 怎么穿啊这衣服 我真的想王子玛 不会被人看出来吧 放心吧 你不单像王子 还是一个挺帅的王子 我怕公主真的会喜欢上你哦 真的假的 你别吓我 你说是吧 你们两个可不可以收敛一点 怎么了 又没人能看见我 你当我是瞎子 你不看不就行了 我给你说实话 你这么做 我很不舒服 你还是坐后面一点吧 我就要抱他 好了 快走吧 驾 忘记 删了分裂的幻想 一光生命燃烧中相见 是注定 怎么了 不知道 我知道 聊到大漠以后 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而且我发现越接近的湾城 这种感觉就越强了 你来过这儿吗 没有 你不生命燃烧中相见 前面是哪一国的王子啊 我还以为我遇到真的王子吗 原来是你们啊 不用怕 铁狼兄的乔装是完美的 就是惊慌的态度有点落底了 我就说嘛 你的外表是王子 内心是个戒贼 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随便说话得好 闭嘴 其他人呢 没看见 可能已经进了轮兰城吧 昆仑师兄 很帅啊 菲菲师姐 你就不要再叫师兄了 这位可是我们西叶王国 潇洒尊贵的王子 绝对是这回招亲大典的 热门人选 巧玉 低调一点 我们是来夺宝的 不是取亲的 王子说得是 仅做王子之命 好了 我们进城吧 欢迎欢迎 欢迎西叶国王子 于田国王子 老夫是楼兰国的丞相吉尔 专程在此恭候迎接 有劳吉尔丞相 有劳丞相了 这是必须的 难得二位王子 不为夜空凌羽的诅咒 先来参加 妖月公主的招亲大典 老夫万分感激 其余参加大典的王子已到了 老夫这就送两位去稍作休息吧 请 走吧 怒发呆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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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好的布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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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 公主招亲乃是大喜之事 为何城中百姓并无欢容 而且 城中守卫森严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昨晚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 不过现在已经处理妥当 城中的守卫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也是为了确保诸位王子的安全 丞相大人 这石像这么多人膜拜 不知有何来历呢 这是石中仙将 传说是千年以前 仙界下凡的仙将所化 一直以来 都是百姓们心中的守护神 看来楼兰的百姓 现在很需要仙将保护的样子 是否 是因为昨天晚上 所发生的事呢 其实也不是 只是楼兰国的百姓 对妖月公主十分地敬爱 他们希望公主 能够早日摆脱诅咒 所以 他们会不时地来到这里 为公主祈福 大家请吧 有什么发现吗 我也不知道 又是那个奇怪的感觉 进入罗兰城后 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每件事物 都会让我心虚不妮 张灵的感觉一向很准 我觉得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似乎没那么简单 大家小心留意吧 羽田王子 羽田王子 叫你呢 这边请 走吧 走 这里就是招亲大典参加者所住的孔雀楼 还请两位王子先在生死状上打个手印 生死状 生死状 对 只因夜空凌羽的巫术过于可怕 十八年前要不是薄提国王和王后 以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制止他 恐怕楼兰城早就灰飞烟灭了 所以 凡是参加招亲大典的 都必须先签生死状 以免发生危险后 互相追究责任 还请二位王子理解 是所有王子都要签吗 对 我们已经签了 好了 好了 不打扰几位王子休息了 参加招亲大典的人都已聚齐 老夫要回去向公主汇报 腰月公主的生辰就在三天之后 夜空凌羽定下的考验 就是明天早上的冒时 稍后就会有专人引领各位王子 前去与公主见面 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 各位王子请稍后 劳夫告退 俊雄他们到了吗 昨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到了 但是布凡好像感染了风寒 所以现在在客房中休息 对了 你们知道吗 楼兰城昨晚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么重要的情报 怎么能跟其他队友分享 我怀疑这件大事背后 藏着杀人阴谋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所以说出来 让大家有所提防 互相帮助 难道不对吗 王伟就是希望我们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这样 他的对手便少一个 不是吗 这晓月变了啊 这晓月变了啊 住口 住口 铁兰 你住口 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想说还是不想说 秋资国的王子 昨晚在楼兰城内离奇死亡 据说 秋资国王子是西域第一勇士 论实力 是最有机会通过这次考验的 难道 是夜空凌羽所为吗 夜空凌羽乃是污垫女王 她想杀一个人 光明镇大就可以了 哪用得着神神秘秘的 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件事情还是问美空云吧 她是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 昨天傍晚的时候 我们便到了楼兰 到了晚上 我 觉得有点气闷 便到城中随便逛逛 楼兰城到晚上的时候 店铺全都关门了 有什么好逛呢 就是因为逛了才发现 没什么可逛的 我便想回孔雀楼休息 谁知 我走着走着 突然就听到了一只 很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 就像突然有河水 沿着楼兰城的街道流动似的 可是听真一点 却又不是水的声音 而是 像是沙在流动的声音 喂 你没事吧 韩商兄 你也是目击证人 我只是有些无聊 随便逛了一下 没想到竟然发生这样的事 重点不是我大哥 到底在不在场 而是邱兹国的王子 到底是谁杀死 还有他为什么要杀人 韩商和美空云在说谎 这是狐妖的直觉 不会错读 撇除仇杀的可能性 杀人者 会不会是参加招牵大典的人 目前这个可能最大 目的就是把最强的参加者 除去 那我们这些人 都是参加者 我认为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 是杀人凶手 凶手应该就在我们当中 大哥 邱兹国王子死的时候 是不是满嘴是沙子 确实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有记错的话 咱们这些闯阵者当中 应该有一个人的仙道术实 和沙子有关吧 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 我可是第一个 发现死者的 很有可能是你杀完人之后 被我大哥 恰巧碰到 然后你就装作 是发现死者的人 这是凶手一贯用的伎俩 大哥 你说对吧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韩生 你说什么呢 但是 美空云不会干这种事 你别瞎猜了 我只是觉得 这个女人绝对 能干出这种事 所以随便猜测吧 随便猜测 大家都听我说一句 我们闯阵者是杀妖的 不是杀人的 所以我相信 我们所有人当中 没有人是凶手 但是这凶手 已经进入楼兰城 这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我们大家 要小心留神才对 我不会看错的 韩生和美空云 的确是在说谎 起码他们肯定是 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们 难道 美空云就是凶手 虽然他平时做事情 不择手段 可是应该不会 为了获得圣驾 而杀人的吧 那他为什么撒谎 如果他不是凶手的话 那他又有什么 可隐瞒的呢 琉璃 你先去城中查探一下 看看凶手 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好吧 我现在感觉 越来越不好了 如果凶手 是为了胜出比赛 而杀人的话 那昨天晚上的命案 就只是个开始 我们必须要 加强戒备才行 况且铁狼现在是王子 不方便带着兵器 所以 菲菲 你的玉神器 和我的烟云散 一定不能离身 嗯 我来找菲尔的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嗯 坐吧 师兄 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只是想问问你的近况 挺好的呀 就是练避鞋也有些难伺候 但现在已经习惯了 你跟张灵 已经没事了 说实在的 如果不是因为张灵的父亲 可能除了你和云琪师兄 他应该是我最信任的朋友了 最信任的朋友 我还记得 当时你说看见他 就觉得非常讨厌 现在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怎么说呢 可能是因为张灵 太过于聪明 他有时候 所想的 所做的一切 就算和我说了 我也未必能明白 而我所想的 所做的一切 他便很快能了然于胸 有的时候 就算他在我身边 我也觉得他离我很远 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有张灵在 即便是绝界 我觉得也会有奇迹出现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明白的 所以 在没有了解 他父亲杀我母亲的真相之前 我想继续和他做朋友 那铁狼呢 那铁狼呢 铁狼 铁狼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他的思想很简单 你都不必花心思去了解他 只要是他认定的朋友啊 他便可以为你两肋插刀 好啊 那有他们在你身边 我也就放心了 师兄 师兄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不敢 愿春风拂眠 眼珠去念 默然会相处见识到话语漫天 占不动的青丝离海浪 纷飞落进影院端 隔着迷途还要伴你 撑过世间的北欲花 线不尽的爱汉中沮丧 解脱别彼此守难 泪伤染如冰烟 解脱别彼此守难 沉不动的青丝离海浪 纷飞落进影院端 隔着迷途还要伴你 尝过世间的北欲花 尝过情的爱汉中沮丧 寄托别彼此守难 泪伤染如云烟火焰 在荒原之类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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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